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同一场战争 让女人丢盔弃甲 落荒而逃 一个家庭里总有需要经营的极端感情 需要处理的极端关系 但如果关系处理不好 总会引发矛盾 让家庭变得不和谐 张萍和秦赵庆结婚后 和大嫂还有公婆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本来就人多嘴杂 大嫂还是一个无风都能起三尺浪的女人 一起生活的这几年 周里关系难相处 面对两个儿媳 婆婆处理事情尽量是不偏不倚 也是让他们走里之间以何为规 不要整天吵吵闹闹 让人笑话 婆婆常常想一碗水端瓶 但是总是有矛盾 张萍生孩子之后 在自己房间里装了个星空条 婆婆跟着去商场帮忙挑选了几次 被大嫂误会 以为是婆婆偏心给买的 大闹不止 张萍拿出自己的刷卡记录单 这件事才平息 就算是平时吃个饭 有一只鸡 两个儿媳一人一只鸡腿 有一碗米饭 两人一人分半碗才能相安无事 而且大嫂动不动就跟街坊邻居说 婆婆和张萍的不是 这一家子人都是坏人 只有她是好人 她的眼里谁也没有 平时自私自利 家人都不喜欢她 后来一家人住在一起 矛盾太多 张萍和秦赵庆买了一套房搬出去住了 那时 大嫂总是觉得婆婆拿了私房钱给张萍买房 一家人的关系闹得更僵 秦赵庆的大哥是很老实的一个人 在家经常被媳妇欺负 大嫂也总爱责骂她 说她没用 平时受气也不说出来 憋在心里 为了努力创造好的生活条件 大哥开始学着包工 做起了包工头 一天在去工地的途中 出了意外 送去医院后 强较无效 去世了 大嫂鬼哭狼嚎地喊着 你个没良心的 就这样抛下我走了 让我以后怎么活啊 一没给我留下套房子 又没给我留下些财产 家里人都还处在悲痛中 大嫂却连自己的孩子也不顾不顾 刚给大哥办了丧事 大嫂就匆忙回了娘家 带走了家里之前的东西 再也不露面 也不顾家庭 孩子才六岁 就这样扔给了婆家 婆婆去她娘家找她 她娘家人说 大嫂是受了惊吓 去了亲戚家 不见婆婆 也不见孩子 老年丧子 公共经受不住打疾病倒了 婆婆一边照顾公公 一边带着大哥的孩子 很吃力 婆婆也去找过大嫂 但每次都被大嫂的娘家人拦在了门外 娘家人说 别再来打扰了 她以后还得嫁人 嫁给你们家 她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婆婆实在没了法子 将侄子带回家 哭着对张萍说 妈知道 这事对你不公平 可是这也是实在没了办法 张萍见婆婆哭得那么伤心 吓了一跳 安慰着婆婆 让婆婆把话说明白 婆婆哽咽着说 妈知道 你心善 婆婆看了看侄子 又接着说 儿媳 你少生个孩子 把她养到十八岁 张萍一听 心里很难受 也不愿意承担这本不属于她的责任和义务 再说了 孩子还有自己的亲生母亲 她养这个孩子也名不正 言不顺 可还没有等她说什么 婆婆又说 你大嫂不好 你不能记仇 孩子是无辜的 而且你养她长大 将来她会感激你的 如果你不管 孩子要是出点事 你良心会安吗 秦赵庆也说 大哥没了 这孩子就跟我亲生儿子没有什么良养 老婆 你少个娃 把她养到十八岁 我就是去要饭 也不能亏待这个孩子 你要是懂点事 就赶紧答应咱妈 别让咱妈着急 本来是商量的一个事情 现在看来 让张萍骑虎难下 答应 就不是一件小事 不答应 婆婆和丈夫就像要吃了她似的 张萍对婆婆和丈夫说 孩子应该由母亲抚养 毕竟她是监护人 一听张萍这样说 婆婆和丈夫纷纷指责她 说她就是没有把他们当成一家人 张萍没说话 回了屋 丈夫和婆婆在客厅里 一步一步饶着埋怨的她 张萍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件事 而是她答应了 生活压力会很大 侄子也那么大了 不好管教 不答应 良心上又会过不去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孩子跟着母亲 最后张萍受不了这样的攻势 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丈夫和婆婆都埋怨她 没良心 提出不养侄子就离婚的要求 她无奈只能含泪答应离婚 而丈夫在离婚后 抚养侄子 把自己的孩子跟着张萍 没法抚养 在那一刻 她才深深知道自己错了 回到心坎里 为了亲情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失去家庭 失去妻子 她终于明白 这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女人要自爱 尊重自己 在婚姻中承担着属于自己的责任 平衡好家庭成员的关系 不要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后悔 也不要让爱轻易变成伤害 不要因为任何事情折磨自己 更不要因为婆家亲情 让婚姻生活最后重为自己受罪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